OK好,各位觀眾們晚安 今天是DA的FGO每週快報2月3號 是的,今天是小年夜,明天就是除夕夜 後天初一大初二 然後BidiBada初三、初四、初五、初六七、初八、初九、初十 嘿,馬上又要開始上班了 對不起,我開玩笑的 我知道這樣講很煞風景 我們都還沒有進除...就是進除夕 好啦,那今天先跟大家各位拜個早年 對不對,拜個早年 然後沒有紅包,嗯,沒有紅包,對 跟各位拜個早年 那如果你們現在看到旁邊聊天室看影片的人 聊天室有些阿里普達的是因為我們剛剛有一個小時的閒聊活動 對,那反正就因為是剛好明天很閒 所以...也不是明天很閒,講錯了,明天放假 所以我們就多花了一點時間 那以這個部分來聊一下 對,明天吃常緣飯,明天除夕夜 不知道大家現在有沒有很忙 還是大家現在正在幫家裡打掃啊 還在幫家裡的人做菜啦,還是幹嘛的 反正過年嘛,就是這個樣子 對 好啦,那過年的部分 今天呢...大多數也都是... 欸...嗯...也都是... 長草齒啦,對啦,今年都在長草啦 對,那... 反中版在迦勒底的春節活動 然後日版那邊又在魔法少女復刻 然後復刻也只剩最後一個禮拜 所以基本上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大概會聊一下迦勒底的春節活動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從者第一強化第六彈 還有之前寶解的幾位角色 然後再來的話...啊...我想了一個主題啦 就是我可能會把我手頭上 以日版目前到現在為止有的所有四星從者 我大概通通用很簡單的方式帶過一遍 就給大家稍微...聊一下這個樣子 嗯...今天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會多長我不知道啦 反正我常常也都跟大家講說 啊...我們今天簡單帶過就好了 然後不知不覺還是就一個小時過去了 嗯...都很懂 好啦,那我們先來開始一下吧 喔...其實我覺得...我還沒開始 我就講了一個小時的話 我嘴巴好酸喔 好吧... 嗯...迦勒底春節活動 2月2號開始了 嗯...迦勒底春節活動 欸...可以抽弓靈喔 對,運氣好的話 你們可以跟某個刺...叫做刺叉或是叉狼的人一樣 10抽寶2啊...真本小王八蛋 欸...一次抽就有兩個了 嗯...很好喔...好... 那...反正...春節活動呢 基本上其實說穿了就是當年的日版的900萬下載 所以為什麼你看裡面東西跟9都有關係呢 因為就是900萬...900萬下載 所以你會拿到9個呼符 你會拿到900萬QP 我認...啊...對...不過... 我認真講一句話啦 嘖...我每次都覺得 他們不覺得他們給給什麼900萬QP 1000萬QP 我覺得實在沒有什麼誠意嗎? 你們不覺得... 我好歹也該給個9000萬吧 你們不覺得... 900萬QP這個東西根本一點意義都沒有 不是按兩下就沒了嗎? 我一直覺得FGO... 我一直覺得FGO... 對於...對於... 這個QP的用量是不是... 到底每次在送QP的人是不是沒有在玩這個遊戲啊? 他們從來都不覺得每次送那幾百萬QP根本連塞牙縫都不夠嗎? 嗯...好...那... 總之再來就是97.9萬點 好...97.7到後來也很少...很少...很少...在...在抽了 果實9個...啊...就90點AP還OK啦 中火酒莓呵呵 白鷹果實9個還不錯 欸...然後...服服9張 然後黃金果實9個 魔眼90個 然後每一天一個呼符 最後合起來 總共...欸...9個呼符 嗯...9個呼符 相當於一次10抽 相當於30時 其實也不錯啦 嗯...也還不錯 然後呢...達文西最佳限定道具 就是送你50張...再送你50張的... 那個...那個叫什麼 呃...四星總火 對...四星總火 哇...這個解析度看起來還特別爛 呵呵呵呵 你可以不要直接把原本圖直接放大嗎? 你看這個O看起來都跟馬賽克一樣了 真的沒有問題嗎? 嗯...好 那這個記得先去換一下啦 就先去...先去把他們換一下 不然到時候時間到就沒有了 QS我覺得我今天鼻子有點... QS 奇怪了...是不是有人在講我壞話 QS 好...接下來大浪費跟極大浪費... 你觸發機率兩倍 欸...就是如果你手上... 反正這個... 這個也剛好啦 因為最近不是有那個...呃... 那個...狩獵活動嗎? 那狩獵活動... 你們也會打到一大堆的那個... 中火... 那...狩獵活動你們打到一大堆的中火的話... 就可以拿來...為你們的角色了... 嗯...就可以拿來為你們的角色了... QS QS 那這個部分到16號... 這個部分到16號... 嗯...有兩個禮拜時間... 所以...沒有那麼快啦... 還有再多一個禮拜... 所以可以考慮再多等一下... 然後...連續登...過敏嗎? 我不知道耶... 千萬...千萬不要跟我講感冒 我前兩天跟我一個朋友見面拿花枝娘給她跟我說她感冒了... 如果我真的感冒我就把她掐死... 連續登錄獎勵... 欸...虛影之城改為瑜者之所... 這個...看人啦... 這個就看你手上的從者... 吃灰塵的多還是吃... 這個...鎖鏈的多... 我曾經也有一度時間... 那我的日版的鎖鏈到三四... 灰塵有三四百個... 然後...前陣子...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發現我鎖鏈只剩二三十個... 然後在後來的開箱活動我才又重新補到破百... 所以基本上這個就是看你自己的從者啦... 所以有人喜歡有人不喜歡... 對...所以這個就是看你們囉... 好... 那...御主任務獲得的聖金石兩倍... 嘿...大家其實說穿的就是... 你一個禮拜給你兩顆聖金石... 變成給你四顆聖金石... 有沒有覺得很感激啊... 多了兩顆聖金石呢... 連一抽都做不到的... 咳咳... 沒有...我是不是不應該每天這樣... 嘴巴這樣子... 我是不是這樣然後就... 然後就被那個了... 就被志冠的那個... 工作人員... 啊...給詛咒了... 好... 那...這個是從今天晚上的才有... 對...就是等一下... 兩個小時後... 兩個小時後的... 每週任務才會... 才會改變... 對...所以現在你看到沒有是很正常的... 對...所以之後...之後才會有... 嗯...還是一個有馬賽克的聖金片... 很好... 嗯... 好... 有情點獲得量限時兩倍... 嘶... 啊... 有情點現在我真的也是不知道幹嘛... 雖然日本... 日版目前多了五星種火讓你抽... 但是我也是... 也是很容易... 爆倉啦... 對...也是滿容易爆倉... 所以這個有情點兩倍... 除了拿來抽小鞍之外... 我就覺得... 好像有情點現在真的是... 也沒有什麼地方使用... 對...我覺得FGO應該真的想... 真的需要把... 有...有情抽... 搞一個有點... 有點幫助的方式吧... 比如說... 可以抽點QP啦... 雖然現在是可以抽五星種火... 但是那個機率太低好像是1%吧... 我記得五星種火目前的機率是1% 所以變成說... 你抽半天你還要去清包包... 那我就覺得其實抽到後來會覺得有點... 麻煩... 麻煩... 所以嚴格講起來的話... 我就覺得有情抽... 目前來講對來講就... 不太... 不太... 不太會去抽啦... 我是覺得... 如果能夠... 如果能夠... 能夠... 能夠抽QP是不錯... 對... 仙倫表示有時候可以練禮裝... 啊對啦... 對對對... 如果你有練禮裝的話有用... 可是我沒有什麼練禮裝... 所以就算了... 對... 因為我沒有什麼在練禮裝... 哇... 你看這個友情點兩倍... 這個圖多麼巨大... 抱歉... 我... 我好奇... 我... 當年... 當年日版也是這麼突然... 跟這麼大的友情點兩倍嗎? 啊我笑了耶... 我... 突然有一點好奇... 當年日版的圖面也是這樣嗎? 為什麼我覺得這個看起來... 有一點好笑啊... 我覺得這個看起來有一點好笑... 這看起來超像直接把圖... 然後用Photoshop的Shift把它拉大... 然後邊框還超馬賽克的... 啊... 當年... 當年日版到底也是這麼... 也是這麼諷刺的友情點兩倍... 怎麼可以那麼大... 呵呵呵... 對... 我沒有小安了不起喔... 氣死... 我沒有... 對... 我沒有... 我到底有沒有抽到小安過... 對... 啊... 好大喔... 巨大... 好! 獸獵任務第三彈 那獸獵任務第三彈的影片 基本上我也已經出來了... 要看的人就大家去看 那每天... 他新的出來的時候 我也會去盡量... 更新一下 對... 我也會盡量去... 更新出我每天新的打法 嗯... 對... 好! 超大! 強者強化任務第六彈 等一下我們會來看一下 強化任務事就不用解釋了 喔! 這個! 這個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從者強化任務的... 這個AP減半 嘿! 這個AP減半還蠻好用的 特別是如果你手上有一些... 從者的話 像... 比如說... 強化很多次的紅雷啦 還有像是... 美斧以後啦 布迪卡之類的 那這些從者強化兩三次的 趁現在趕快打 不過! 因為第一個禮拜 你們一定都會打狩獵任務 會打到11號 那我建議這個... 從者強化任務可以... 如果沒有特別... 即時需求的話 可以等到... 狩獵任務結束 就是2月10號還11號結束之後 再轉去打強化任務就好了 因為反正10號、11號開始 也不會有什麼新活動 應該啦 那還會有幾天的時間 讓你打這個強化任務的部分 嘿 好! 再來! 迦勒底... 春節PickUp召喚 這個我覺得有沒有什麼好講呢? 也沒什麼好講啊 這就是抽卡而已啦 這個東西就是抽卡 伊修塔 伊修塔算是PU還蠻多次的 恩... 伊修塔接下來還有什麼機會出啊? 我想想喔 伊修塔... 好像接下來會有一段時間... 沒有上吧對不對? 我記得還有... 以後伊修塔有一段時間 會沒有機會上卡 他這一次很近啦 他這次900萬是很近 但是接下來我記得就蠻久的 他那時候是... 聖誕、新年、然後900萬 連續三次很快 然後接下來我記得就會隔上蠻長一段時間 所以如果... 如果要再等的話 就差不多應該也要半年以上了 所以你們... 對!聖誕復刻啦 所以... 所以是要... 是要買... 要一段時間 所以可以考慮 如果要伊修塔的話 就是這個時候抽 那... 尔里翁基本上算是 常駐角色比較不會特別去抽 再來就是... 呃... 羽蛇神 羽蛇神 PU也很少 我一直有印象的羽蛇神 單獨PU好像就是日版前一陣子的聖誕活動 那... 在之前可能特別要抽的話 就是只能去... 直接持著旗子裡面去凹了 平常PU大概就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想要羽蛇神的話 現在... 算是一個... 好機會 對! 算是一個好機會 那... 對! 應該算是一個好機會 欸... 可以 那你們就自己看時間吧 嗯... 對... 你看 我們今天... 今天我還在想啊 你看我今天次郎還問我說 欸什麼時候可以抽啊 所以接下來伊斯塔還有兩次嘛 2月10號12號跟2月16號也是單獨的 那... 羽蛇神的話... 好像只有一次了耶 就是下禮拜三 所以如果你們是要抽羽蛇神跟耳里翁 就是下禮拜跟...下禮拜二跟禮拜三都是他們單獨PU 那之後就沒有了 我先講喔 之後就沒有囉 對!之後都是會跟伊斯塔同步PU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要...這兩個人的話 就...要在下禮拜二跟禮拜三 就是初... 呃...初一跟初二的時候拼一下 對!拼一下 嗯... 然後... 喔!對! 然後... 有觀眾跟我提到...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物質啦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物質 這個地方 嘿 就是有觀眾跟我提說 欸你們看這個4%嘛 12% 40% 0.7 0.7 然後你們看全部大家都是0.4星都是0.31 然後... 你們有看到燕青 星宿的Assassin 現在在下面最下面這個耶 1.2% 呵呵呵 沒有啦 這個...這個應該是物質 因為這個這樣的話 你就已經超越... 已經超越了全PU角的3... 全4星PU角的3%了 對!這個...這個真的應該就是... 很單純的寫錯跟物質 所以不要那麼care 而... 星宿的Assassin本來就抽得到 它是常駐角色 它也不是故事池 所以... 就...對...就沒有什麼... 特別的 對 嗯...大概...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呢... 我們來看看 沖者強化第六單 對 應該是bug 除非你們真的有人抽燕青抽得很多 那...就另當別論了 但我覺得基本上應該是物質啦 好... 那...第一個 這一批... 基本上... 通通都是... 寶解吧 我記得幾乎都是寶解的樣子 好像沒有技能強 我記得都是寶解 那...比利小子寶解 然後降暴擊的效果提升 欸... 嗯...寶解 寶解基本上你們就可以當成是提升寶具傷害就對了 算是一個... 嗯... 最終手段啦 算是一個幫他... 在不改技能情況之下 讓他寶具更痛的... 的... 最後手段 然後再來就是... 桑松... 欸... 寶解 不過桑松的問題我覺得不是寶具的傷害啦 桑松的問題在他的那個... 人類特攻啦 對對對 你看... 明... 平常一堆人 你看明明一堆人都是人型特攻 為什麼桑松偏偏是人類特攻 你們不覺得這個東西其實還蠻奇怪的嗎 硬硬講的話 對... 因為我知道還蠻多女生喜歡桑松啦 如果今天桑松給的是人型特攻 欸...他只有特攻嘛 如果今天真的給的是人型特攻 我相信喜歡桑松或是願意用他的人 其實會多蠻多的機率拿出來用 可是你給一個人類特攻 我就真的是... 啊... 人類喔... 小兵啊 呵呵... 羅馬兵 ABCDEFG 通通吃得到 呵呵呵... 對... 英靈通通不算啊 就是...就是...就是... 就是... 就是人類啊 他是人類特攻啊 就比較麻煩... 對啊 以上就是人型特攻啊 你看 這就... 這就很... 這就很苦吧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就...就... 就很好笑了 那只能看他將來... 將來有沒有機會... 再做調整吧 對... 呃... 殭屍不齒吧 喔對 羅馬兵跟海盜ABCDEFG 對... 呵呵呵... 幹什麼樣 瞧不起羅馬兵跟海盜是不是 我告訴你 還有一本的啊 是那個... GDF啊 他用那個VR把自己變成海盜啊 然後跟那個... 那個... 獅匠啊 沒事 我沒有看過什麼作品 真的莫名其妙 氣死我 好... 接下來... 呃... 美孚... 欸美孚還蠻意外 算是一個我覺得... 官方還蠻喜歡幫他強化的一個角色 對... 男丁也是人型 對... 就只有他是人類特攻啊 美孚算是強化蠻多次的喔 我記得強化應該有兩三次了 那他之後還會再強化一次技能 呃... 蜂蜜酒的什麼東西 我有點... 忘了 對... 他之後還再強化一次蜂蜜酒的部分 嗯... 對... 不知道 沒有! 我沒有看過你們為什麼... 求什麼上車 沒有啦! 你們真的思考... 你們這樣思想真的不行 但是我朋友跟我說的啦 這真的是我朋友說的 對... 我朋友... 我朋友很喜歡看東西 他就... 他就很喜歡跟我講 對不對... 我就突然會有... 會有... 會有這樣一點點概念 但是我真的不熟 對... 真的不熟 好 那... 梅芙還有... 加後來還會給他靈衣 所以我說... 梅芙... 真的是... 非常... 非常非常的... 受歡迎 其實我也蠻喜歡梅芙的啦 雖然他真的是... 是個Bitch 嗯... 強化之後算是那個... 寶具威力提升 跟精神弱化耐性提升 這兩個都滿... 那精神弱化耐性提升 這個可以幫助他來上對方的魅惑 對... 你要說要講他幫助上對方也沒有錯啦 不過就是反正幫助... 給敵方上魅惑的效果 嗯... 但是梅芙的比較大的缺點就是... 男性的數值... 不太多啦 男性數值大部分... Caster的話女性比較多 那... 男角就... 稍微... 比較... 比較... 少一點點 對... 比較少一點點 對對對...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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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啊... 對啊... 你另外一個我... 才沒有... 他沒有姓韓 謝謝... 他也沒有失意 他朋友也不叫韓姓 對... 啊... 你認不認識 你應該不是很熟對不對 應該不是特別熟 嘿... 嗯... 主要是其實男性沒有太多啦 就我沒領口名而已啦 所以... 我就說... 嗯... 就... 比較... 微妙一點啦 就... 但是對梅芙來講 還是算... 還是算有提升 因為寶且再怎麼樣 傷害就是上升 好 阿芙 嘿 我不記得講了 阿芙這個改動就很漂亮了 而且 阿芙接下來在... 一個... 半月吧 差不多在一個多月後 阿芙的三技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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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性蒸發還會改良 可以加50NP 哇! 一個自衝50NP 再加上一個... 四星... 還比較可能寶具提升 比較好提升的寶具 又寶解過後的威力 哇... 這個阿芙真的是... 單發周虧的王者啊 真的好用到不行 我跟你講... 就是清一波的話 阿芙就真的... 真的是好用了 但是還要再等啦 現階段來講 呃... 少那個50NP 還沒有那麼快 你們大概還要再等一個多月之後 有了自衝50NP 就真的算是... 達到阿芙的頂點 很方便 那... 現在還沒有辦法太好用 現在還不太好用 對 現在還沒那麼好用 再等一下 再忍一下 再忍忍 再忍忍 好不好 我... 我有助你們的FGO 我有助你們的手機 再忍一下 OK 好 再忍一下 齊格飛這個很微妙 呃... 有不少人說 齊格飛這個改動算強 呃... 他算是免費幫他加了一個黃金綠啦 我要講的是喜歡齊格飛的人算是一個滿強的改動 但是對於平常沒有在用齊格飛的人就是沒什麼差了 就是說他這個改動算好 但是不會讓你從你沒有在用變成想去用 但是阿芙是 阿芙是從... 阿芙那個50NP改的是從你原本不用的人也可以來用 但是齊格飛這個就是 喔... 對於... 比較算是錦上添花的感覺 那因為他等於是送黃金綠啦 那...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有人測說 可以藉由打星暴擊然後做寶具連發 只是問題是 還是就是說 他今天... 就是在打龍的情況之下 比較好用啦 這些狀況 那... 就... 嗯... 但是喜歡齊格飛的人 真的還是是滿好的啦 可以考慮配藍卡做大爆發 可以考慮配藍卡做大爆發 靜蜜 基本上他就是強化攻擊 然後多一個單體毒狀態 呃... 對啊 所以他另外再多給一個阿 他再多給一個黃金綠 所以就他的NP提升就很漂亮 可是... 就像我講另外一個問題啦 這種東西就是你要有抽到卡才行 你如果沒有抽到卡就很怕 你懂嗎 對 然後就是靜蜜就是提升傷害 然後... 給予毒狀態 就是毒... 毒的更強 就是給更強的毒 不過... 嗯... 對啦 反正說穿了三星Assessing 你也不會期待靜蜜的傷害有多高啦 就...也算是錦上天花的效果 好...布迪卡 呃...布迪卡 當初大家一直覺得說 這個強化其實是要讓他去跟學妹有一席之地 可是我必須要講 沒有辦法 布迪卡做了這個改動 因為他先天的技能實在是太笨手了 尤其就是那個羅馬特攻 對...尤其那個羅馬特攻 他明明就是一個坦直的角色 然後你給他一個羅馬特攻 然後偏偏... 這遊戲也沒有多少羅馬兵 那...他給那個攻擊力提升三回合 就真的其實很像是要有點像是搶 學妹後來那個...寶具強化後的那個生意 但是... 呃... 真的算是輸...蠻大的啦 所以... 講白臉就是... 你要用布迪卡的情況之下 不如九成的情況下都用學妹 比較實際 對... 不然你們只好去看星堂 呃...沒事... 對...我的意思是說 那個... 就是布迪卡情況之下 不然你幾乎上就是用學妹就好啦 那布迪卡如果真的今天是要再做強化的話 可能就要從不同角度去做了吧 雖然布迪卡還有一個... 藍卡藍魔放的效果 但是... 你要選他再幫大家放藍魔放 就也... 不是一個最佳選擇 就是有更佳的選擇 對... 所以就有點可惜啦 有點可惜 對...有點可惜 對...而且他湊西星我差點忘了講 對...有人講了 他明明是一個坦直 然後還是萊達 就跟瑪莉是一樣的問題 對...就是一個西星的坦直 在上面真的不知道幹什麼 氣死人 對對對... 你們剛剛不講我 就得一下...一下... 一下...忘記這件事情 然後... 最近還有一批寶解跟強化的嘛 那...分別是... 不過我好像還沒跑的樣子 大弓 其中一個就是大弓的二技 欸... 我好像還沒有去做 所以你們做了之後 就會變成鮮血傳承 那... 現在是防禦30%還是20幾%的提升 那... 鮮血傳承變成攻防各30% 三回合 很強! 那我必須要講 很強! 然後再加上大弓在藍卡隊裡面 其實還滿能夠... 快速的就是... 達到所謂的... 呃... 藍卡的運轉 那技能也可以高速的來放 所以變成是一個CD... 五回合 那就只有兩回合空窗期的... 的一個... 一個狀態 所以這個鮮血傳承 其實真的非常的... 不錯 嗯... 只是... 大弓本身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啦 就是比較... 綁死所謂的... 藍卡隊 那... 效率比較不佳 那就是打高難度 但是偏偏現在... 但是偏偏現在... 所謂的藍卡隊 所以... 還是有一些不錯的角色 像是BB啦 或者是像是... 攻傻啦 這些... 以後來來講 就是更... 更... 雖然你說大弓更泛用 但是像是... 攻傻... 除了槍職之外 其實他全部都可以打 那像BB也是一樣的狀況 就... 不見得非大弓... 不可啦 就不見得非大弓... 不可 對 就也是算錦上添花的情況 對,錦上添花的情況 然後... 再來就是... 白箴的寶解 我還沒有寶解吧 我也還沒去寶解 好!我必須要講 白箴的寶解 哇靠 真的一個飛天啊 這個白箴的寶解 對,搶換人物 所以我說大多數錦上添花 就是原本有在用的人 就會覺得 哇!更棒了 白箴這個沒話講 這個... 這個改動... 這個寶解真的是猛啊 白箴這個一改 真的是... 直接把白箴改上了天了 對 直接... 寶具 拆掉自麻 然後... 還多加了那個... 解 解所有人的異常狀態 嗯... 非常好用 也是磨到天荒地老 不過真的好很多了 但是... 白箴的先天問題就是 他的NP率不好 所以... 呃...通常白箴會綁一個... 看你是要用宇宙靈境啦 或者是增加A卡效率 或者是幫忙充NP之類的 因為白箴真的... 最...他的NP率真的不算太好 但至少他現在... 可以自串三藍了 以前白箴永遠就是... 無阻啊! 然後... 就在麻痺了 就只能這麼可憐 在原地麻痺 那但是他現在就是... 無阻完之後 還可以用藍卡再戳兩下 然後再可以拉起來 那技能很雷的部分就算了啦 基本上我永遠都覺得白箴只有1技有用 我永遠就是把白箴的1技當成是一個2030在用 然後另外兩個技能就... 嗯...嗯... 好... 中了就當賺到... 嗯...對...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嘿...白箴的狀況就是... 反正不管有要魔隊有沒有要魔隊的人 對白箴未來來講 都...白箴都是一個非常好的改動 那將來遇到一些特殊的超高難度關卡 白箴會很好用 所以建議... 綁人是可以用啦 對啦 但是綁人我記得是100% 所以... 是嗎?是100%還是120? 所以... 有機會遇到那個對魔力會被擋 對...白箴的3技我記得... 欸?還是必中嗎? 他是幾%來著 我有點忘了 因為我也沒有練 白箴的對魔力是幾%? 嗯... 120喔 120那就不太會被擋了 120就不會擋了 對... 那我就沒記錯了 然後... 我記得現階段最高的對魔力好像是誰的那種EX 是20... 欸?幾%? 30幾%吧 是不是? 最高對魔力EX 就是他自己的啊 呃...是30幾%嗎? 對魔力EX好像就擋得掉 A好像還可以 A是20幾吧 那...對魔力EX好像有30吧 反正我記得對魔力EX25喔 所以對魔力EX就有機會擋掉 不過還是很低啦 還是很低啦 對還是蠻低的 所以還算...還算是OK 對 就有3技還是可以啦 對... 好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寶解的人是小金星 恩... 對小金星 欸...鬆龍的小金星也...寶解了吧 對... 寶解之後傷害更高 但是... 他的比較問題是說 他還是吃他的那個... 那個... 2技 嘿...吃2技的... 寶具威力上升 就有點得要看... 運氣 對...就有點要看運氣 這就是... 吃機會啦 吃機會 但是對喜歡小金星來講就是寶具威力提升 其實我覺得小金星... 蠻好用的喔 一方面是因為他1技可以全體充20 這個遊戲全體充20的只有拉2 然後... 孔明嘛 那超過20的不算 那就是孔明不算的話 梅林 梅林跟拉2 然後小金星 還有嗎 好像沒有了吧 還有全部充20的... 呃... 還有誰嗎 我想...全體充20的 好像沒有了對不對 好像沒有了齁 嗯... 那... 他另外一個缺點是 他全體充20的話 呃... 是綁技能等級的 所以你必須要練滿 這比較可惜 那像是梅林跟拉2 都是技能練不練都充20 他沒練就只能充10 對... 喔小麻雀 小麻雀有點遙遠了啦 而且小麻雀我沒有抽到 滾 我沒有抽到 所以我不知道 對... 我沒有抽到小麻雀 傷心 我沒有小麻雀 氣 莎士比亞是充單人 沒有充全體 他只有充一個人 嗯... 但是莎士比亞不用練也很好 然後再來另外一個是布倫希爾德 但是這邊沒有 所以我就不講 布倫希爾德好像也是寶解 喔對 還有三色... 三色的那個全體魔放 對... 我要講就是他的那個... 三技 對...三色全魔放 很好用 對...很好用 不管你今天隊友是誰 都很適合配合 所以說小金星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啦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雪山音也是單補阿 雪山音也是單補 那個不算...不算全部 哥登拉姆基... 生氣... 你們為什麼一直要刺激我 我沒有抽到哥登拉姆基呢 沒抽到就武士 沒抽到就不會用嘛 那不會用你 當然就不會記得他有什麼技能啦 對不對 像在場我就問你們一個問題啊 你們誰能在一秒之內 達出...我看 誰能在一秒之內... 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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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達出這個... 達出這個... 這個... 歌劇被你的第三技能 對不對 我連歌劇這裡的一二三技能 我都不知道是幹嘛的呢 你們怎麼可能... 你們怎麼...對不對 沒有用當然就不會知道啦 大概就是這樣 小金星的CD很長那沒辦法啦 對啊沒有辦法 阿金星的CD有點長 小金星可以練啦 但是就是坦白講另外一句話就是 如果你有像是拉爾這些 或者是梅林這些 可以全體補二十的 就... 不見得要練了 就不見得要練 這種我就跟FGO常常 你需不需要用 需不需要練 就是看你自己... 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話才要練 沒有的話就不要練了 有人是藝術神美 有人是精神污染 有人是無辜的怪物 你看吧大家都不知道 好他三技是什麼 精神污染 精神污染A 好 精神污染A是幹嘛的 我都不記得 精神污染A是不是增加 降低精神耐性 跟那個誰 術... 術... 術吉爾的那個一樣啊 對果然 幹我就記得最糞的 呵呵呵 對精神弱化 降低... 喔是提升精神弱化耐性 自身的喔 對對對 給你... 給你奔...奔手技能 很奔手技能 好吧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 呃... 聊一下下 那個... 四星的角色吧 對 我們來聊一下四星的角色 OK 好等我一下喔 我接下來要切一下畫面 他這個必須要這樣子 他這個比較智障 等我一下下 哪時候心速PU喔 運氣好的話 下禮拜吧 早期砂質光炮 那個砂質光炮 根本轟不死人好嗎 那只能轟貓而已吧 好 最垃圾的技能 我覺得是哪個喔 我覺得精神汙染就算其中一個了 呃... 還有一些跟精神耐性有關的 我覺得都蠻垃圾 千里眼 也有一點點 不過要看千里眼要看比例啦 千里眼的派生技能就沒那麼垃圾了 嗯... 質感 質感 質感我覺得要看狀況 對 質感我覺得要看一下狀況 質感有的時候還真有一咪咪的用處 欸我說一咪咪 欸 降寶威要看種類 因為像貞德的那種降寶威算法跟 跟... 另外一種降寶威算法是不一樣的 對 寶具威力要看...要看算法 我記得貞德的算法很廢 但是像是美魯特莉莉絲的算法那種就比較好用 那種就是疊兩個我記得是可以直接降到0的 但是貞德那種不能降到底下 對 貞德的好像是用橙的我記得 對 欸原始的黃金率其實OK喔 那要看你放在誰身上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給黃金率是先把你NP率砍低 然後再讓再給你黃金率 可是...像... 金閃跟船長這種NP率沒有被砍過的 他給黃金率其實還是蠻漂亮的 對 所以我說黃金率你還要看在誰身上 在伯爵身上基本上就很笨手 因為那就是被砍掉一刀 但是在金閃跟船長身上就不算 好吧 我們來看一下四星吧 那我這邊部分其實要講的話 大概就是我會稍微把幾個四星大概帶過一下 就是以一些比較通論的感覺 就是可能給大家一些未來抽的一些參考方向 那一定會帶有我個人的偏見 反正我先講一定會帶有我個人的偏見 那如果你們覺得不OK 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也無所謂 對 那我講四星我覺得雖然有一些我沒練 但我基本上全部都用過 那基本上我四星現在也 全遊戲我只剩兩個洞 一個叫藍靈王 一個叫做 泳裝雙子 對 我必須要講 我的四星基本上只有兩個洞 所以我覺得我稍微提一下四星應該是 我應該每次都可以拿出來稍微大概提一下 好 對我就用扣蛇順就好了 好吧 從劍池一個一個開始吧 我抽到只有兩個洞 真的 這隻我不好說 因為這隻我剛拿到 但是我之前有用啦 我之前用起來的感覺是 中規 吉魯木特我個人覺得是中規中矩 因為我才 這隻我真的才剛拿到而已 我覺得 很快很快 放心很快 我每次都快速帶過 吉魯木特是中規中矩啦 那他唯一的好處就是因為現在術師這樣上來 他可以有更多的表現 但是 他的問題就很簡單 他有些技能還是綁定太短 然後 嗯 技能的一些部分都是 都是只有一回合 所以輸出效果有點 有點 不是那麼 差強人意 對 我覺得大概就是中規中矩的角色啦 沒有到特別強 這隻 呃 乍看這下很有趣 但是其實基本上也沒什麼毛用 嗯 很沒有什麼毛用 你看他的技能很酷 都加了一堆字 然後寶具還給你一個降敵人防禦的nice shot 但是 他雖然是可以進入藍卡劍 他可以進入藍卡劍 但是問題就是藍卡劍有很多比劍眉符更好的選擇 所以大概就是沒有什麼機會用到啦 嗯 也沒有什麼機會用到 嗯 我都很直觀的 呃 柳生爺 在 一些高難度跟你要降敵人攻擊的時候很好用 因為他有兩招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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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們看一下 他的三技是可以大幅降低敵人的攻擊力 對然後自己有帶迴避 然後還有A卡性能提升 然後他還可以再降那個 敵方的攻擊力 所以他算是可以把敵人的攻擊力降到很低 嗯 然後再加上A卡爆發的時候 A卡回收能力也非常好 所以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柳生爺爺很吃技能練度 技能練度 你沒有練上去的話 就跟大便沒有什麼聊 對不起 跟大便有聊有點太那個了 就是 技能練度練上來 他還算是很漂亮的高難度角色 對算是高難度角色 對算是高難度角色 帶高難度很好 生活力很強 火力很高 很猛 對 他算是跟蘭斯洛特少數不一樣的 呃 呵呵才是大便 好啦沒有練就是不會有想像中那麼強啦 我要跟你講 其實應該這樣講啦 我就再講一次 就是 就是 很多時候 大家都會說 啊這個角色很強啊 這個角色很強 可是 那個常常都是建立在 你的隊伍中 夠齊全 或是你技能練滿的情況之下 所以為什麼有時候 人家說 很多人會跟你推薦 非常建議去練柳生爺 但是大多數的玩家 我不建議 因為 他只限定在高難度的情況之下 比較強 才有比較多的 才可以打比較漂亮 再來又要練技 再來就是 你寶具沒有抽高 可能火力也沒有你想像中的好 對 所以 我才會說我 其實有時候我對於這個FGO的一些從者 我的判斷會不太一樣 我通常會講說 對大家真的比較實際好用的 才會講 那 沒有太好用的我就覺得 真的是 像是特殊場合才用的 就是 再說啦 我最 其實我跟大家講嘛 我最不喜歡一個詞就是 很多人在講FGO角色 都很喜歡講一句話叫做 那個叫什麼來的 我每次講那句話叫什麼 偶有其笑 對對對對對對對 對 我自己常常也很 也常這樣講啦 偶有其笑 對 我每次都講 偶有其笑這句話就是 95%的時候他都派不上用場 對 其實我真的很 很多人很喜歡說 這隻角色你可以練啊 你知道嗎 這個技能偶有其笑啊 這個角色其實偶有其笑 他的寶具放出來 偶有其笑 阿 對 麻煩各位以後真的再看到任何的評鑑 你們只要看到偶有其笑 請你在腦中自動把它轉換成 95%的情況之下 他都在加勒底的倉庫裡面晃來晃去 對 真的是真的是在晃來倉庫 對 欸基本上就算你真的沒有用到那個技能 也不會過不了關啦 呃真的不會啦 真的在高南已經是常常都有其笑了 對真的現在真的算是常常都有其笑了 嗯 呃這個的話很萌 然後 他的 如果他的一技開到 保NP獲得量提升 然後再加上 因為他是那個綠卡劍 那能湊在一起的話 嗯 可以做到寶具連發效果 對 可以做到寶具連發效果 算是打花式的時候其實不錯 那但是他有一個 喔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四星如果你都抽寶一的話 傷害會很 你會覺得很悲劇啦 這個雖然你會覺得說 喔 爹啊你是不是就重課思想在解釋 不過我認真跟你們講 你們應該都感覺到了 你四星寶一的情況之下 說真的很多時候根本比 還比不上活動角給你的 寶五的角色 那 如果同樣是四五星寶一的話 那你五星甚至還有平坎跟技能的優勢 所以 呃四星的話寶一有時候真的就 就就很就很微妙啦 對 但是這隻的話 福蘭在情況限定的情況之下 他會打得很漂亮 欸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NP率會非常的漂亮 對 這隻我覺得還不錯 對 他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是他的NP是 欸 他的NP是緩衝 對 他都是五回合各補十吧 還是補多少 我有點忘記了 對因為 你們也知道嘛 緩衝NP在3T裡面也派不上什麼 應該是各補十我記得 他是緩衝NP 然後加上他有 呃 B卡 他有紅魔放 再加上寶具威力提升 所以基本上打出來的傷害 算是四星劍職AOE裡面還不錯的 那而且他還有另外一個做法 就是 對嘛 石嘛 就是你可以開場帶寶石翁 然後讓他一開始就開3技 然後到第三回合的時候 剛好可以填滿 也有這個做法 所以其實我覺得 還算OK 對 我覺得這隻其實算不錯 要整體上來講 他有兩個增傷技能 然後還有必中 所以其實 如果有辦法 保2保3以上的話 嗯 可以用 我覺得可以用 嗯 劍龍娘基本上活動角嘛 就是 大寶具傷害 你需要 高寶具傷害的時候 就是派他了 對 你需要高寶具的時候 就是 給他了 就是直接給他了 他的火力其實蠻高的 他也是一個紅魔放 然後運氣好 你還可以賭個3技 但是賭3技 就沒有辦法放寶具 嗯 所以這隻 就是你缺 你缺的時候可以用 但是我先講喔 未來的話 如果以單體劍 未來的貝迪威爾 會寶具解放 貝迪威爾寶具解放之後 有自充NP 然後紅寶具 然後如果牛爸把他超5 寶解之後 貝迪威爾的攻擊力 超級無敵漂亮 所以嚴格來講 如果牛爸 貝迪威爾抽到寶5的話 我是覺得 劍龍娘都不見得太需要練了啦 高文 沒有什麼太大的毛用 對高文沒有太 他是一個全體寶具 然後 自充NP 有自充NP 好啦 如果你硬要講的話 要自充NP的全體劍 高文算在裡面 可是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他沒有太陽的時候 他就沒有紅魔放 所以火力會不太夠 他就變成只有一個聖者數字 加上卡莉斯嘛 就少一個紅魔放的加成 那加上他要是故事限定 其實比較不好抽 那唯一好處就是 他有自充NP 好像也是30吧 對不對 是30 還是25 還是25 應該是25 我記得跟那個 跟那個印度兄弟一樣 是25 對 但是多多少少算有 只是他就綁太陽的場地 就很討厭 而且通常你寶具也不會太高 所以就也還好 好 劍蘭斯 啊 劍 劍蘭斯 猛 對 你看我都吃到90級了 劍蘭斯基本上就是一個 他根本不需要隊友 他就是一人暴擊隊 我一個人 從尖殺嘴砍到那個什麼角之類的 對對對 但是劍蘭斯也有很大很大的缺點 他完全完全沒有保命技能 欸就是說今天隊友 沒有辦法提供保護技能的時候 對方要放寶具的時候 劍蘭斯就只能回去吃土 雖然以劍蘭斯的火力 有很高機率 讓敵人根本放不到寶具 先把對面砍死了 對 所以他唯一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任何防禦性的技能 他的技能全部都點在攻擊上了 所以 很高機率 就是很容易 在高難關很容易被敵人一口氣爆擊下去 這個算是比較大的缺點啦 但是強度來講真的沒話說 用起來方便又簡單 羅魔 欸 魔性特攻 恩 特定關卡有用 像之前比如說 羅生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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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羅生門啦 的這種關卡 或是你們將來如果有機會 遇到有一些是魔性特攻的關卡的話 羅魔很好 因為羅魔的魔性特攻是綁在他的 技能上面 所以他是有 OC效果的 如果你的OC拉高的話 就 非常的好用 恩 就非常的好 對 他也算是一個偶有奇想 他還有暴擊效果啦 可是他的暴擊是 是一回合的 你要打暴擊 我是覺得不如就用 劍藍絲啦 就如果都有的話啦 你要打暴擊 我還是覺得不如是用劍藍絲比較奇怪 因為他的暴擊 雖然他是100% 他是100%傷害沒有錯很高 可是 我就講 為什麼我很多時候我會說 一回合的暴擊 我常常其實對一回合的技能 有時候評價沒有給那麼高的原因 是因為 很看臉 你們應該到現在都發現了吧 當你打出了一堆心 你想要很帥氣的一波暴擊把對方收掉 啊幹 沒卡 對 沒卡 就是打暴擊這種東西 最怕就是你心來了 好 你卡沒了 好 抱歉 安安 你就只能去吃扁扁了 欸 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再加上他還有一個毅力技能 毅力技能也是目前比較 比較尷尬的一個情況啦 對 但是 你如果沒有單體劍的話 羅莫也是多多少少可以拿出來用的 對 就只能靠發牌的問題 他的技能組也是屬於比較舊的啦 打暴擊用靈鹿嗎 微妙 他沒有吸星啊 他沒有吸星我記得 對 他不能吸啊 他可以打星但他不能吸星 他能不能吸別的我不知道 我是說 呃 吸引大家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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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這樣 嗯 好 再來德翁 呃 雖然我覺得蠻靠北的 德翁就是一個 呃 呃 呃 他就是有嘲諷嘛 他有嘲諷 然後加這個 他是個坦 對 那 那 嗯 我是覺得不用太期待了 德翁不用太期待了 你放德翁還是不如放一隻 可以幫全體放迴避 或是之類的 比較實際 嗯 對 抱歉哥 我完全沒有在用 呃 對啊 你要嘲諷你就不如用那個 聖喬治或是斯巴打 斯巴斯巴打之類比較方便 嗯 呃 我先講喔 其實 抱歉哥還算不錯的 他在 他在加強改良之後 他後來還會給他一個紅魔放 我記得是三技吧 他三技的 呃 龍殺還會再加給一個紅魔放 的情況之下 其實算是有達到基礎 其實有達到基礎傷害的 就算不對龍 對 但是就是說 你劍職來講 會有一些 如果你真的劍職沒有AOE的話 他在給紅魔放之後 其實打出來也不 的傷害其實並不差 我比較講 嗯 他其實沒有到說偶有奇效啦 你缺全體劍的話 是可以拿來 我覺得是可以 是可以拿來用的 是可以拿來當全體AOE的 的 代表奇效 而且還有寶解 有給紅魔放 雖然攻擊力有點低 但我覺得OK啦 其實還是OK啦 就是算可以OK 對 我覺得其實 抱歉哥沒有那麼差 我反而覺得抱歉哥不差 以他的火力 火力 火力 來 來講 對阿 他就這紅魔放給了之後 其實就很漂亮阿 就有基礎傷害的啦 可以的啦 對 呃 尼路 很萌很可愛 然後 沒有然後 他就是一個很坦的全體劍 那 他唯一的 他唯一的傷害是綁在吃積率的皇帝特權 很萌很可愛 然後唯一的攻擊buff 是綁在皇帝特權上 然後我不知道該說什麼 三次毅力喔 我跟你講啦 三次毅力這個東西 只有在敵方身上比較有用啦 在我方身上 基本上是站起來 又趴下去的機率比較高啦 對啦 這之後真的是我方站起來 再趴下去的機率 機率比較高啦 我是覺得 不要對這個三度洛陽 有太高的期待 壓平A不算高 那他的寶具還是藍寶具 對 其實我方很多人會一直以為 紅泥露是紅寶具 我當時很早也一直以為 紅泥露是紅寶具 我好像要紅色的吧 後來才有一天 意外的發現 啊幹原來你是藍寶具啊 對 是可以穿在藍卡隊裡面打一打啦 你真的想要的話 B叔不一樣啊 B叔是有強大的單挑能力啊 他單挑喔 這個技能組加這個配牌組 你是要單挑什麼 你是要單挑什麼 除非你皇帝特拳確定上得到啦 對啊 呃 Saber Lily 他後來會寶解 那寶解之後 其實火力不錯 其實寶解之後 我記得Saber Lily的火力算很高了 就是以四星來講 其實算是相當不錯的全體劍 所以就像我講的一樣 如果你有練 你又不排是Saber Lily 你又打算缺一個全體Saber的話 他也是可以考慮的 只是他的其他技能就 沒有 沒有 像是零路遇前那麼方便 但是他的火力我記得好像 很高 他的火力很高 比你想要的高 但是要等到 寶 寶解 黑Saber 寶具威力很高 因為他的寶具倍率天生比人家高 其實 當年最多的人問的是說 欸 黑傻巴跟藍傻巴 要練誰呢 很多人說 練黑傻啊 黑傻寶具很高啊 我記得我當時就有講過啦 雖然黑傻的寶具比較痛沒有錯 但是黑傻的平坎沒有比較痛 嗯 應該說 就是你考慮到他們一些先天的二維的優勢來講 其實我還是 我還是覺得藍傻比較好用 更沒提 現在藍傻更猛 那黑傻現在大概就是一波易啦 而且 奧路塔系列的NP率都有被砍 就是刻意被 刻意砍掉他的 就是 砍掉他的NP率 然後讓他的寶具威力比較高 所以他一發轟完之後 你要再想辦法補成第二發 就比較難了 對就比較難了 就比較難 所以如果你像一發炮的話就很適合 欸為什麼我有寶三啊 我什麼時候抽到的 如果你只要開一炮的話 就是黑傻其實是不錯的選擇 但是如果你沒有 你沒有 要開一炮 你要長久戰的話就比較不好用 喔 這隻 這隻台版當然還沒有 這隻好 我跟你講這隻超好用 對 這隻超級無敵好用 不要講 你看看 我都把他技能練到199 你就知道這隻 這隻 這隻是 超猛 這隻超強 我強烈建議 這隻 你要的不是他的攻擊 不是要他的寶具等級 這隻要的是他的輔助性能 對 你看他的二技 我方全體爆局威力上升三回合 給星 然後三技能單體的三色魔放 哇 這隻就是標準的 如果你要打花式 或是打一些 呃 打一些特殊打法的時候 這個真的超級超級強 不不不 這隻完全是吃他的技能 這隻完全 你要的不是他的傷害 要的不是他的寶具 他強是強在他的二三技 猛 猛到不行 對 全體爆擊 給星 然後再加一個全體三色魔放 這隻真的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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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我把他二三技練滿 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在打花式 這隻要練起來 如果你們要打花式 沒差 這隻就沒有差了 我先講 我要再講一下 如果你這隻沒有要打花式的話 這隻不練也沒差 呃...藤乃的話我覺得蠻微妙 藤乃我說真的也沒有上行過幾次 但是...而且因為他是紅寶具 嗯...他的紅寶具 所以可以搭配梅林使用 對 然後他有紅魔放 然後有必中 嗯... 可是劍職有開迴避的人好像不多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他的必中是稍微有點微妙 除了他當時出場那一次是對上兩一次的高難度 有特定處理之外 嗯... 他的必中 因為劍職用必中 劍職有迴避的真的不多啦 槍職的話是有那些狗哥系列之類是滿多的 嗯...所以我覺得藤乃是不錯啦 藤乃是好用 然後每天可以拆橋 但是就是沒有到說很獨特啦 獨特...獨特性沒有那麼高啦 對 獨特性沒有那麼高 但是很可愛 蔡大橋 寶具很帥 這隻...可以練 這隻可以考慮練 對 這隻...這隻可以考慮練 呃...雖然我沒有練 因為我有其他角色 但這隻的...寶具威力 很不錯 啊對齁 必中角還有小黑 我都忘記提了 可是小黑是藍卡 他是紅卡 所以還是有一點差別啦 而且這隻是綠寶具 那將來可以跟... 呃...術師匠做一個搭配 然後那他本身因為是活動角 又可以拿到寶五 然後他又有這個... 他又有... 重NP的 然後有寶具威力提升 還可以集星 所以...其實這隻...威力不錯 不用抽啦 這隻活動角色啦 對這個不用抽 但是這隻我覺得可以考慮練起來 如果你沒有好用的戰提供 他跟小黑的定... 定... 的方向性又不太一樣了 他跟小黑的方向性又不太一樣 他跟術師匠合起來之後 對單發打出來的傷害非常漂亮 然後... 八...太太 呃... 我先講啦 我覺得不會因為他是人妻 還是未亡人想幫他講好話 其實我是蠻想幫他講好話的 但是... 呃... 你看技能嘛 就是鬼種之魔 攻擊力上升 寶具威力上升 然後... 三回合集星 打星率提升 然後... 最大GP上升 然後再加一個...這個技能 就... 好像... 中規中矩 好不好 中規中矩 但是他有...他可以把人摔出去是不錯 對...如果你要把寶具抽高一點的話 當一個... 紅卡單體弓也OK 因為... 目前活動...這樣講吧 活動送的兩個一個是綠卡 一個是藍卡單體弓 那... 紅卡單體弓的話 就... 只有他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講的藤奶 嘿... 這兩位可以選 紅卡單體弓好像沒有人了 對...好像沒有人了 所以如果你要... 走方向 你要配梅林使用的話 就是... 這兩隻角色可以去搭配... 炎燒隊友 燒...燒不了多少血 FGO... 我都覺得FGO所謂的毒跟燒 都是打在我方身上特別有效 打在敵方身上 真的大多數時候 我覺得很微妙啊 嗯... 小青青 呃...對不起 我沒辦法幫他講什麼好話 他基本上很... 慘... 偶有其笑 對對對 偶有其笑 對 小青青兩個問題 第一個 他的NP率不好 對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為什麼 泳裝小青青的NP率還蠻糟糕的 常常你就看你A卡 A卡一套接完 打不回多少的NP 這個...這個問題是蠻... 這個是蠻糟糕的問題 但好處是他一樣 有一個可以幫全體補NP的部分 對...這是唯一他的好處 那他有自身A卡提升 可是自身A卡提升上來之後 還是...不怎麼樣 就很像黃金綠一樣 先砍你一刀 再給你一個A卡... A卡NP率提升 所以...真的不怎麼樣 然後2技可以減對方一個氣格啦 但是...也不缺他 對...也不缺他 嗯...他美術圖很騷 對...這張... 啊...死... 呵呵呵呵呵呵... 啊... 7 Elite是免費角 對...他是活動角 所以我7 Elite是可以缺的 黑A...啊...這隻我要講 被很多人低估的角色 他以後會寶解 我記得他寶解之後 寶1的傷害就已經非常接近小黑寶5的傷害了 他寶2就已經超越小黑寶5的傷害了 再加上他是藍卡... 藍...他也是那個... 藍卡弓 對...藍卡弓 我剛才講藍卡槍 因為他拿槍的 對...藍卡弓值 然後再加他的技能其實也相當的強 他是算次... 他是算次數型的 也不用擔心說你今天沒發到卡就不能用 再加3色魔放 這隻...很強 很強... 有自衝50MP那麼快速的傷害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是要周回就是補50MP 你是要打長久戰的話 這隻... 真的很猛 對...這隻真的很猛 寶1就比小黑高嗎? OK好...有人幫我更正一下 我有點忘掉 寶1就比小黑高了 好...非常的好 我以為是接近而已 對...他寶1就比小黑高 他寶解之後真的很猛 所以...可以考慮用一下 這隻真的很強 真的很強 我沒有攻雙子 對...我沒有講 不過... 攻雙子跟騎雙子很像 是壓血打的 但是基本上你用到機會也不怎麼多 對...用不怎麼...也不怎麼多 對...他是槍兵 然後小黑我覺得就不用講啦 小黑大家都知道 好...小黑大家都很熟了 嗯... 崔斯坦 呃... 我有用過朋友的 我沒有用過自己的 嗯... 他就是可以自衝NP 然後自衝NP完之後還會封印寶具 你娘親的可以跟我講到底是幹嘛嗎 基本上崔斯坦我覺得就是一個強化版的大衛啦 因為他的豎琴可以幫大家給迴避 嗯... 然後... 他的寶具是綠寶具單體 嗯... 嗯... 那...我就練... 呃... 我就直接用... 呃... 聖誕阿提拉好像比較快 對... 對... 這個...這隻就比較微妙一點 他有自動狀態 但是就我跟你講 就像大家剛剛講的一樣 小黑... 嗯...有小黑 所以他... 如果你知道他1技的話 就不如就直接用大衛... 大衛上就好啦 嗯... 嗯... 對... 不過我講一下 老崔我可能有時候講的不是很準 因為我對他其實沒有那麼熟 但是我印象來講 老崔是真的... 真的沒有什麼太大的用途 信長... 也不用講啦 信長基本上就是 同時打有神性加騎乘的 像是什麼... 呃...賴光啦... 凱撒啦... 呃...阿提拉啦... 這幾個角... 角色算很方便 對... 那這幾個角色之外 就不怎麼好用了 對... 這幾個角色就不好用 喔...對... 有人講到 黑...還有一個特點是 防...寶具是防禦無視 對... 這點也是 阿塔喵喵 好... 基本上這個角色 在術師匠出來之後 非常的好用 術師匠出來之前 就是個一發意 然後可以打... 很帥氣的打... 打99顆星 對... 可以打... 99顆星 那如果... 如果今天... 等術師匠出來之後 他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周回角色了 因為他的三技有NP獲得量提升 然後... 就可以常常把NP拉回 然後再接 嗯... 這隻不會偶有奇效 這隻不會偶有奇效 這隻... 等到術師匠出來之後 就是奇效滿滿啦 誰跟你偶有奇效 根本奇效滿滿啦 射到你不要不要的 好嗎 開什麼玩笑 好用 這隻 不過你要等到術師匠 對... 紅A 痾... 痾... 很多人都覺得紅A很強 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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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講啦 我自己用紅A的習慣相信就是 紅A的缺點就是 他的英之童很猛 但是就是... 吃配牌 嗯... 就是吃配牌 那寶具本身其實是不錯 就是寶具打星 然後英之童吸星回來再打暴擊 但是就是吃配牌 那... OK的話就可以接受 但是紅A我還是比較把它放在一個寶具打星的角色上面 還有這樣子 但是我就說啊 對於打一波爆發 我常講的一個比較尷尬的問題 就是... 吃配牌的問題啦 對... 而且他沒有... 他沒有集星技能 雖然他寶具丟下去 幾乎可以打出... 打出很多的星 對... 所以不太會有集星上的問題 所以我才說 寶具... 吃暴擊類的 我就... 我就其實... 就很微妙啦 就是很要吃暴擊的 有些... 像比如說藍卡隊來講 藍卡隊不太需要吃到暴擊 藍卡隊其實不太需要吃暴擊 他就是串藍卡 但是像... 紅A這種... 他的寶具又是紅的 然後... 痾... 痾...不對... 他的寶具是紅的嘛 對... 我剛剛腦袋一下突然閃過去 因為我剛剛... 腦袋突然一瞬間忘記 他是以前藍後來紅 還是以前...以前藍 以前紅後來藍 對... 他是後來改成紅啦 紅寶具 如果他是藍寶具的話 根本就超猛 嗯... 好 晴涼玉 痾... 痾... 嗯... 就... OK 還不錯 嗯... 加減用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現在真的還沒有用他太多次晴涼玉 我不好講 因為他的寶具也是沒有傷害的 所以... 好啦... 可能看我哪天有沒有機會再拿來用啦 現在我真的沒有什麼在用到 對... 晴涼玉我真的現在不常... 不常...不怎麼常用 太遙遠了 對...而且也太遙遠了 嗯... 我真的不怎麼常用 嗯... 因為你看他的寶具都很像 因為你看他的寶具都很像 他的寶具是單體防禦無攻... 防禦無視的攻擊跟大量給心 對... 就有點像是... 有...我覺得有一點弱化版 但有人會說 啊...兩隻用途不一樣啊 這個可以解除弱體啦 然後...也有... 就是有弱體耐性這種...這種效果啊 嗯...但是大體上啦 大體上... 對...他要看寶具特效 然後... 這個... 呃... 他來的3T... 槍卡 他跟我之前有大概提嘛 他跟那個... 呃... 雪山英就是... 各...各持擅長 他的NP率好一點 啊...不對 應該說他的是... 平均火力比較高 然後雪山英是第三波的火力比較高 對... 他就是各有擅長 看你現在要用趴拉還是雪山英 大概二選一啦 大概二選一隻來用就可以了 對... 這個... 抱歉我還沒找到他能怎麼用 嗯... 他雙色魔放然後... 集星解除弱體 然後再來一個... 毅力狀態 充NP 然後... 紅寶具 嗯... 好吧 大概就是一個... 你如果想用的話 可以配上圖滿寶石翁做清場的效果 但其他也沒有什麼特別啦 就有些角色就很中規中矩的 給技能就沒有什麼特別好談的 但你一看這個技能就感覺到他怎麼用就對了 雪山英 強 對... 這隻是少數我覺得 真的非常強的四星 這隻是少數很強的四星 第一個 他可以搭配術師匠做非常無縫接軌的周回效果 然後... 再來就是他的... 他可以... 他的那個... 寶具有一個... 加全體NP的效果是加10 所以如果你能連發到兩次 等於是全體... 尾...補20 然後再加上他的技能本身又可以再幫人家加NP 所以... 他... 一方面是可以自己在... 自己做寶具連發 然後還可以幫助其他的隊友做到寶具連發 這隻是真的非常推薦 四星槍喔 我覺得... 全體槍要嘛就這隻 要嘛就是那個... 就是... 我都抽到寶武不知道該怎麼用喔 我有用阿 就是... 我用了之後 然後我發現... 沒有什麼特別阿 就是我用了之後 發現沒有什麼特別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很認真跟你講阿 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 我就是我跟你講我講話很實際阿 我就跟你講我抽寶武了 然後我也拿出來用了 然後我就跟你講 沒有什麼特別 嗯... 沒有什麼特別 對 最多就是... 他活動關的話 我就是直接... 直接... 直接讓他... 今天帶一個... 寶石窩來炸... 之外 嗯... 好 所以就這樣了 有阿 我有換靈衣阿 我有換靈衣阿 對... 他的攻擊力比較低喔 我有換他靈衣 就這樣 這樣就很不錯了 對啦 他有弱體內... 但是那個就是要再... 做輸出那一回才會用 然後... 槍來光 嘖... 好啦不偏心啦 我們中肯來講 我這個人講話都不偏心的 一技集星跟暴擊一回合 我也就跟你講 這個角色的問題一樣 那... 吃...吃卡片 吃配牌 一樣 這也是... 這是打暴擊基本上的缺點 二技的話其實很猛 二技的弱體狀態解除 是少數可以放在別人身上的 然後再加個40%的紅魔放三回合 40%喔 40%紅魔放三回合喔 丟在別人身上 還可以順便解除弱體狀態 然後三技就是一個全體的卡莉絲馬 領袖氣質 然後再加上打心率提升 但是... 賴光有一個問題 一樣 沒有任何防禦面的技能 對 沒有任何防禦面的技能 這大概是... 他... 唯一的缺點啦 大概就是唯一的缺點 恩... 然後寶具這個你看 跟磁木的一模一樣 敵攤體超強力 防禦無視攻擊 跟... 大量給心 他沒有到用角座的強度啦 沒有到用角座的強度 就是一個純攻擊項 只是... 缺點的話就是... 他... 沒有防禦項的技能 他是可打可服啦 可以自己射 也可以... 也可以給別人射 就是可以給別人放紅魔放 對啊 為什麼他沒名技能 等一下為什麼這邊字看起來那麼小啊 喔 喔 因為他後來... 他還有加自己的打心率下降 好喔 所以他看起來... 看起來比較小 恩... 啊我覺得我今天講不完喔 我可不可以講完槍石就收工啊 額... 這隻喔 合合 額... 好啦 一個是... 給敵人異性魅惑 然後... 怪力攻擊力上升 然後... 無敵狀態加上... 加上那個... 毅力狀態的技能 恩... 我不知道幫你什麼了 好唯一優點就是 他有... 女合... 女神神合加上對魔力B 恩... 他原... 他唯一優點就是他有這兩個技能 對... 所以對於一些弱體狀態的抵抗力還蠻好的 然後... 可以... 玩個人共... 別動隊也許可以啦 然後... 威力的話就... 恩... 很萌 好就這樣 恩... 就很萌就這樣 聖誕小黑箏 阿... 現在大家都在打阿 現在聖誕小黑箏在打體體的時候 他的好大家都知道 欸... 聖誕小黑箏的紅魔放是最高倍率耶 55%耶 沒有人比他高耶 對... 所以你就知道... 呃... 他的... 他的那個火力打起來真的很漂亮 雖然他的ATK也不算太高 喔...我沒有練滿啦 因為我這邊... 我這邊比較沒有什麼在用啦 對... 那... 但是他的紅魔放是55% 非常的高 那...雖然他的寶具的附加效果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太大的用處 恩... 對... 對... 這隻就是... 這隻火力來講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 他又不練也可以自加20%NP 喔... 好啦... 也是啦 就是最高P就是55%啦 就是最... 最高階級 喔...黑仔也是55 好喔... 嗯... 黑仔也是55 對... 就是打一波的時候他的威力真的非常漂亮 其實... 他可坦... 可攻擊... 算相當不錯 只是卡面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漂亮而已 對... 他的防禦面還不錯 他有防禦力提升 攻擊提升 然後他有對惡特攻 那惡的角色其實也不少 還有無敵貫通效果 其實槍大攻真的不錯啦 只是... 第一個他的軍略... 有點麻煩的 軍略就是一個很雷的技能 然後烏怪物不錯就可以給星 1技的話 就是... 1技其實有一點點... 就是... 就是可以提升弱體耐性啦 又可以回血增加續戰率啦 然後可以增加防禦力 就不錯啦 可擋可打啦 對... 其實算是好用 我覺得算是好用啦 這真的卡面不... 不強而已 我覺得算好用 我覺得槍大公算好用 他真的算好用 他算好用 就不開玩笑 他大公真的算好用啊 呃... 這支其實我本來一直都會講說 他算是四星裡面很好用的紅卡槍 因為... 你們都知道這個遊戲嘛 單體槍全部限定角 除了... 除了那個... 除了之前出來的那個叫什麼 恩奇都之外 單體槍 獅匠 槍狐 布倫希爾的 全部都是... 限定角 所以當時我有說過 如果你真的抽不到那些限定角的話 你可以考慮抽個泳裝槍基金 啊...對不起 不是槍金金 槍清機 恩... 加點用 對...加減用 還不錯 但是基本上在你們馬上會槍賴光出來之後 呃... 泳裝槍金機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用途了 恩... 對... 所以基本...對...基本上就沒有什麼用途了 他只有自身的B卡性能 然後降防啊 然後...還有一些降敵人全體暴擊率的東西 恩... 但是真的是泳裝... 呃... 泳裝賴光出來之後 槍清機的用途真的就少很多了 就少很多了 以火力來講 恩... 對...就少很多了 恩... 李舒文喔... 嘖... 舒文的問題就很像一個問題就是 他的技能...我之前講過嘛 舒文的問題就全部都一回合 其實沙舒文也有一點點這樣的...的...的情況 對... 他就是技能全部綁在一回合 就一回合都要開完 而且... 我印象來講啦 他是必中加暴擊威力 他另外一個三技同時開的絕招 是那個吉星加... 加無敵貫通 對不對 你跟我說 到底我什麼樣的敵人 需要同時無敵貫通 加上必中效果 你們這個在設計... 技能的時候 你們是不是沒有... 思考一下... 我覺得你們是不是應該要思考一下 那個... 技能的重疊率啊 到底什麼時候真的必中跟無敵貫通 是同時需要放在一起用 有人...可以...跟我...解... 是...一下嗎 真的到底什麼時候必中跟貫通放在一起 這個...我完全不能理解 好...表示其實這是我的神槍是吧 呵呵呵呵 還是難放我 反正我記得他必中跟貫通常常會一起放啦 對 反正我記得他有一個問題 就是會常常放放在一起 對 所以我就講啊 就很要命啊 喔他不是... 喔就是難放不是吉星 OK我記錯了 反正就是... 他三技跟一技會一起開在一起 就是無敵貫通 難放 然後再加上必中 因為如果你要打暴擊的話 那除非你就要一三分開來用 除非你就要一三分開來用 但是... 就... 那... 就我講的就很... 就很微妙啦 又無敵貫通就有必 包含必中了啦 對 不只我還保五呢 這隻我什麼時候抽到的喔 我想不起來了 我真的想不太起來了 我想不起來我什麼時候抽到了 我還抽到保五了 我應該把他練起來吧 不過至少他是藍寶具啦 你真的要的話進藍卡隊玩一玩 也是OK啦 也是OK 也是OK 不對吧好像是西游吧 是黑沖田嗎 我怎麼記得是西游 他是藍卡 可以進藍卡隊 但是他的NP率沒有特別好 所以可能還是要綁一些藍卡的情況 我怎麼記得是西游啦 我記得好像是西游的樣子 我記得是西游 西游複可 黑沖嗎 我記得是西游啦 我記得是西游啦 芬恩最近改強了 芬恩最近改強了 然後他是 他也是藍卡全體槍 所以硬要講的話 其實他可以走 他也有藍卡魔放 也有改強 所以 他現在可以做到藍卡的周回 他可以做到藍卡的周回 只是我不知道我們大家那麼討厭他啦 他的火力有點不夠高 但是 現在因為玉藻 玉藻前 有了那個 寶具威力上升 所以 其實藍魔放放一放 然後這個加上去 其實現在其實算能用 其實算 現在算 算相當 相當 能用了 我覺得可以用啦 你如果真的沒有 對就是可以周回了 就是沒有那麼好用的周回 但是可以 因為 藍卡槍的周回 還有別人嗎 也沒有啦 你也沒得選啦 你藍卡槍要周回 其實沒有人可以選的 那 除非你用綠卡周回 你有術師將的話 你就一定是用 雪山英 或者是用這個 這個 這個 女武神這兩個選一個 對 那 芬恩的話是如果你真的要打 藍卡周回是可以的 艾雷也不是藍卡 對啊 所以人家藍卡周回 就只有這個 他的選擇 也沒有多少選擇 然後這個 剛剛你們有講 他的魔力放出也是 A加也是55%好 對 其實藍黑灑 火力很高 但我說老白老實講 我也沒有什麼在用啦 因為他就是 呃 寶具一發 暴擊一發 威力很漂亮 然後常常在本子裡都跟白槍 呃沒有沒事 我沒有講話 對 就是寶具一發 暴擊一下 暴擊也是威力很高 再加上寶具 轟一發 這次如果你看到會覺得很強 但是就 嘛 沒有自衝嘛 第一個他沒有NP技能 沒有辦法自衝 然後就是 看 就周回的時候 如果你寶具等級夠高 可以拿來打最後一波 然後如果確定產星 也可以吸星來打 大概就是這樣的角色了 其實 嚴格來講啦 我先講我自己的感覺是 我覺得黑灑有一點點過癒 我這樣講我不知道會不會刺激到很喜歡黑灑的人 但是我先講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講法是 我是覺得 黑灑的評價 我當然覺得他評價很高也很好 那以前我也推薦說讓大家抽 對 就是那個四射選一 我也很推薦大家拿 但是其實在你有更多其他 呃 高星全體槍 或者紅卡全體槍的時候 沒有到那麼那麼需要的角色啦 對 他就是火力很高 一發一的角色 那一發完了之後 其實後續來講 要再衝出第二發 就比較難拿出來了 對 你們評價其他地方不衝突 我懂 呵呵呵 我都一一 對啊 好意思 我沒辦法 我沒那麼多素材啊 對啊 可是你看 我就把他練起來啦 你看 卡蒂斯嘛 這個 其實我把他練更高一點 對 就是傷害很高 可是後續就 拉不太起來 啊 龍娘 龍娘 我蠻推薦練的 嗯 不是因為我很喜歡龍娘 不是因為我覺得他很雷 對 不是因為我自己也很雷 呃 我先講 龍娘 一二技合起來 其實非常好用 一技是雙重增傷 他等於是女性角色可以增到40% 然後敵單體降防的拷問技術 好像也可以降到快30% 應該還是30% 我確定一下 所以其實合起來 龍娘的 的 攻擊buff效果幾乎是70% 欸很高欸 這個比孔明的一技 加上孔明的降防還要高 孔明是30 30是60% 所以 龍娘是可以 可以將近快70% 70%的攻擊buff 所以其實 非常非常的漂亮 對 當支援者的話 對 20嗎 喔他只有20喔 幹好吧 我好傷心 我也還有30 20的話那就跟孔明差不多了 嗯 但是缺點是他只能降防一隻啦 他只能降一個敵人 所以就是在一些需要的時候 其實他是很好用 其實對 我有打算把一二把它練起來 保五就50% 好喔 孔明保五就50% 我懂 真的親女兒 坐等五星龍娘我也在等啊 對 沒有他的重點不是寶具啊 龍娘的重點不在寶具 是在他強大的buff 那他的寶具 你可以兩個選擇嘛 一個就要嘛 你抽保五嘛 然後要嘛 就你讓他親第一波的 比較弱的敵人啊 就可以啦 嗯 但我跟你講龍娘其實 真的是 真的算很不錯啦 他一二技的增幅 真的算 很好用 對 不會 呵呵呵 寶具不用期待 但是就真的他一二技 這算是比較少人會在用的 他一二技合起來的增幅 算很高 嗯 女性裝buff機 好啦 那今天就到這邊好了 好還有剩一半的角色 沒關係我們下次講 我還有下面還有這麼多角色 我們下次再慢慢聊吧 嗯 我們下次再慢慢聊 好啦 那 今天的 周報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 呃 喔 這樣講吧 嗯 剛剛有人說 剛剛好像有很多觀眾在說 希望我可以把前面一小時的部分 就是每次的閒聊部分 呃 希望也留起來 嗯 這個部分我可能到時候也是會另外剪出來 做為頻道會員的 嗯 一些類似專屬的部分 這樣子 有可能會這麼做 對我現在 但是我現在比較有一個問題是 嘶 啊 我的頻道會員的部分 因為youtube沒沒看 好像沒有辦法全體發訊息給你們 所以我這邊可能還要再處理一下 好啦 那下禮拜 私底下評價影片有機會我會做啦 我現在當然是閒聊式的方式 所以 有些資料可能我會 比如說講錯啦 或是有時候講的不準 或是東漏西漏的 那以後有機會的話 我會再把它 弄起來 好不好 過年期間會跑諾艾爾嗎 會 會跑 到時候應該有機會會跑 好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的收看了 我們就到這邊 那祝各位新年快樂 祝大家 呃 發大財 抽到想抽的 如果有去玩彩券瓜瓜樂的 都可以抽到東西 好 各位晚安 掰掰